中南美洲邦交国宏都拉斯才刚完成总统大选不久 左派自由重建党的秀玛拉·卡斯楚当选下任总统 成为宏都拉斯第一个女性元首 外界都很关心会不会立刻兑现选举支票 那就是转而上中国建交 但政权移交团队指出新政府将维持与台湾的关系 但未来不排除正式承认中国 宏都拉斯的说法可能是不及美国才暂时与台湾维持邦交 因为宏都拉斯希望和美国合作打击贪数 解决宏都拉斯大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问题 但新总统交接团队也说 毕竟中国是新兴超级大国 目前仍在研究与中国建交的可行性 如同社报道 台湾在中南美洲的另外一个邦交国巴拉圭 将继续维护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会受到影响 巴拉圭总统阿布朵的首席顾问指出 尽管尼加拉瓜决定转与中国建交 巴拉圭仍然维持与台湾的邦交 立场坚定不变 在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 两岸情势升高之际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表示 将计划一月率团访问台湾 希望能与总统蔡英文会晤 并强调就算中国施压也不会取消 公民投票决定政策方向 反莱猪尽头 公投绑大选 重启核四 珍爱藻礁 台湾的下一步 人民如何抉择 12月18日晚间10点 请锁定 有评有据看台湾 决战四大公投 特别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